好 來 這個是張傑的 潑墨盒 潑墨盒 好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35萬 不錯… 好 來 可見這個是真的 好 來 請大哥 這個能不能稍微幫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它有35萬 我要提 第一 它這一幅夠大 這一幅夠大 一般張傑畫的花 荷花 一般大概肯致就一半 二方面 這幅畫放得很開 就是它真的是一種協議 然後它的整體的布局 非常有那個 應該講說灑脫的這種筆法 那張傑的落款跟印章 那最後就是張傑的絕招了 他就把這個所謂的雨絲 雨滴 用墨汁點出來 點出來 用筆這樣撒出來的 所以這個標準的張傑的畫風 但是張傑因為算是多產畫家 所以說它的畫 現階段並沒有標到很高 這個是現階段 它的畫的一般的行情 大概是這樣 但是不錯 您當時是幫朋友值五萬 那現在這一幅畫 也已經漲到了三十幾萬了 所以這幅畫要好好的保存下來 好 接著我們再來看一幅畫 那我們請這個請大哥仔細的 幫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按照這個鄭先生 鄭老闆的一個說法的話 他應該是有一個歷史的這個名畫了 對不對 對 那時候您換的時候是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這個去幫助你那個朋友 那朋友要選民立代表 這位那個競選經費 我買來幫他 那是跟剛才張傑的畫是組繪的嗎 對 張傑那個是用 幫助他是競選經費 這五萬 那一百的 這百七萬 七萬 所以加起來的話總共是二十萬 然後等於是說 你捐給他二十萬 還不止 因為剛才聽鄭老闆講 這個有四幅 對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總共有四幅 四幅 然後一幅是 七萬 四七二十八 所以是二十八萬這樣子 好 來 所以下次如果慶學要選舉的時候 你也要贊助一下 我OK 但是我家沒有這些名畫 不是 我幫你畫嘛 真的嗎 太感謝了 你看你要是春夏秋冬 還是梅蘭族曲 我當中有 我都會畫 我都會畫 都會畫 好 來 我們先看一下 請他辦三圓就好 謝謝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請齊大哥幫我們好好來看一下 因為鄭老闆 鄭老闆他對這幅畫的這個來論 就是說 他是因為贊助朋友 那所以說他 不知道這個畫到底是 是誰畫的 當初的這個故事是什麼 所以我們看了以後 我也跟各位觀眾朋友 大概稍微介紹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 這個惠東先生 惠東是清同志年間的四川岸茶室 也幹過這個應天服飲 他是順天服飲 他是這個前清一個 算是有一點名氣的一個大臣 好 那下面這個畫家呢 畫家呢是德成 德成是山東濟南一個地名 張文林 張文林是一個舉人 那他比較善於畫畫 可是他的畫並不是很有名 所以而且他的畫也並不是 他是工筆沒錯 對 不過工筆最忌就是怎麼樣 最忌就是神韵不好 就是工筆因為像畫得太細 就容易就是太呆板 太呆板 那如果說是這個血液潑墨 又顯得又太隨意 所以這個都是水墨畫的一些 我們特別要注意的部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剛剛那個秦大哥呢 有特別講到這個工筆畫 那那個鄭老闆他自己呢 也非常欣賞這一幅畫 他多欣賞你知道嗎 來 你介紹給大家來詳細一下 快點 你看到什麼 蝴蝶的鬍鬚 是 蝴蝶的鬍鬚 所以他剛剛一講的時候呢 我仔細看一下 哇 不得了 他那個鬚 鬚上面的那個毛有沒有 他都畫出來對不對 是 是 你看這 蝴蝶在揮的那個蛛絲很漂亮 那些蛛絲 你從哪裡看出來他很漂亮 他好像想想如揮這樣做 是 非常的這個優柔的 而且是雙雙對對 對 然後他總共有幾隻蝴蝶啊 他這邊你看 六蝶 六隻 六隻蝶 六隻蝶 我一時沒有辦法判斷 這個是什麼花 應該如果是春天的話 應該是春天的花啦 對 但是我一時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說我對花 他平常講沒有非常研究 可是我覺得他的工筆 畫得很不錯的原因就是說 它花喔 你看它這個葉子喔 這個項羊跟背羊的部分 它顏色是不一樣的 你看項羊的就比較淡 背羊的就比較暗 所以它有這個西洋畫家的 那種光影的這種看法 這個我是覺得是還不錯啦 不過因為對比色太深了 讓人覺得好像不是同一株的植物 是 這糟糕了 詹老闆你聽了 陳大哥的說法嗎 陳老闆的說法 公筆畫會畫到 讓人家不知道它是什麼花 厲害 是... 公筆畫就是要畫到有成的 是... 我看差不多有兩百年的流星 真的假的兩百 好 來我們以駭年 以駭年應該是187... 應該是1878到79年 可能這個時間 好 那以前的人說實在的 他們也非常的謙虛 你看他是惠東仁兄補壁 為什麼叫補壁 補壁就是說我這張畫 我這張畫畫得不好 你如果牆壁破了 就可以把它貼上去 事實上這是自簽啦 對啦 就比較謙虛一點 比如說你寫文章 就是說這個慶學兄輔贈 輔贈意思是說那個數目太差了 要砍一砍這樣子 其實是自簽的畫 是...比較謙虛一點的畫 是...好 來... 這一幅畫 我們來看看它這個紙張 跟這個用印的部分 陳大哥它這個以前可能是一個捲軸 對不對 就是有上下這樣子 是... 然後全部都放在一個捲軸上面 可能那個捲軸旁邊 因為年代過就派去了 所以他們就把那個中間的那個畫 重新再錶過 然後就把它錶成這樣子 對...對不對 對 你自己評估這一幅呢 這一幅...這一幅... 這一幅大概多少 你記得嗎 我10萬塊 10萬塊 好 你剛才張畫畫已經彈到了 張姐的畫畫已經彈到了 是 你還要料理 沒關係 過去了 你還想要 那酒都不可以進到台去 對不對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來 這一個村 村張文玲的工筆畫作 目前... 不含表畫的錢 不含表畫的錢 我們就看這個畫 這樣子可能會有價格 不含表畫的 不含表畫的 因為這幅畫表起來 可能要1萬多塊 少不了 好 不含表畫 你等一下自己扣1萬多塊 不用...不用扣了 不用扣了 就直接那個畫作的價格 好 我們評估一下 這個張文玲的畫作公筆畫作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12萬 恭喜... 可惜喔 其實鄭老闆 可惜你這個就不是名家 如果是名家的話 這一幅畫 因為這一幅畫 就是一百... 將近兩百年喔 已經兩百年了 將近兩百年 一百多年的歷史 所以他確實是有一個年代的一個畫作 對 那也... 同志年的一個畫作 可惜呢 這兩個人都名不見經傳 也不是說... 比較不算是有名的人士 也不是名畫家 可能就是文人 有的時候喜歡筆墨的 稍微畫個畫 但是如果是那個... 錢大哥您講的所謂的 名人的畫作的話 如果你要買到那個年代的話 搞不好都是仿的 比較多的 比如說清朝的這些 比如說我們就說 清中期 親戚 前期的比如說這個四王的畫 王妃 王妃 那個王妍妃 這些中期的畫的話 這些都已經要過五百萬了 所以這個的話算是不錯 已經放了兩百多年的畫了 然後你們家有春夏秋冬 一幅是十二萬 不得了 這一煮下來的話也不少囉 賠回來了 賠回來了 而且看這個畫要喝酒